喂 陈正 你放开我 你松手 你干吗呀 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你干吗要来欧市上班 为什么要做欧阳的秘书 你俩到底现在什么关系 请问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 来问我这些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好像连家人都不是了 你又想让我 以什么样的身份 来回答你呢 对不起 之前的话 是我说得有点重 我跟欧阳什么关系 很重要吗 很重要 是你要跟我分手的 我现在都已经答应了 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 你干吗还来问我这些啊 我是来欧市上班也好 做欧阳的秘书以后 好像和你没有一丁点关系 你干吗还要跑去找欧阳人 他离我远一点 你是不是很想出那种 把我招之机来挥之机走的感觉 是 我是很爱你 但我不是你的玩具 是你想扔掉就扔掉 想捡回来再捡回来的 之前是我不对 那你能不能为了我 离开欧市 从欧阳那边辞职 为什么 你不会真的跟高层女主管 在一起了吧 陈哲 我恨死你了 我果然是没脑子缺性眼 眼里没铺神经却想 我真的是废了 我这段时间 我一直试着站在你的角度上 去考虑问题 我一直在发现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是哪儿做错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突然下那么讨厌我 你就因为跟高层女主管 跟我分手 不是 你在说什么呢 谁跟高 高层女主管 在一起了 你 你哪儿听说的呀 不是 凭你对我的了解 我是这种人吗 不好意思 陈经理 我现在发现 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 我就要来欧市上班 我就要给欧阳的秘书 我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 不劳陈经理 您费心 林美雅 林美 我已经通知欧阳 让她立刻开除林美雅 她能答应就好了 林美雅给欧阳做秘书 你怎么看 我能怎么看 我跟林美雅 那早就没关系了 她来不来欧市 给不给欧阳做秘书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是这件事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扬 我倒是觉得 我们可以反过来 变一把力 原本公司里面就在传 林美雅甩了我 为了接近欧阳 她去勾引欧阳 做了她的秘书 现在她在大堂里面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主动承认她去勾引欧阳 还跟欧阳在一起 你觉得出了这样的事以后 董事会的那些大鼓动 小鼓动的人 还会放心地 把欧市交到欧阳手里面 还有你爸 不知道他现在 知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他知道了 他会是什么反应 还不仅仅是这样 现在这波风言风语 我们还可以 推波助来一下 在下次公司列会上面 对欧阳唯以重点 把集团下半年 整体宣传方案 交给他做 那不行 他会毁掉公司的 他毁不到公司 因为还有你在 你是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欧阳把欧市给毁了的 所以你早就做好了 一份预备方案 就等着他什么时候掉链子 你就站出来 接管全局 这样一切就又回到正轨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人就会清清楚楚地 我看到 欧阳只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亏人 这样 他就离董事长的位子 越来越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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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